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1957年冬天 一枚心理学的核弹在美国爆炸了 从新德西到华盛顿 半个美国都笼罩在心理学的核冬天当中 政客们在观望 民众们在愤怒 《纽约克》杂志说 人类的心智遭到了干扰和入侵 我们可能失去对自己精神世界的控制 同时一家叫做潜意识制造的公司 正在向政客和资本大和们 展示自己产品的威力 四个月前 公司在新泽西的一家电影院中 做了一个实验 他们改造了电影院的放映机 每隔五秒钟 荧幕上就会闪出一张醒目的图片 上面写着一行命令 喝可口可乐 闪现的时间非常短 只有三千分之一秒 人眼无法察觉 就这样 在六周当中 这家电影院 共有45699名观众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接收到了吃爆米花 喝可口可乐的命令 结果 电影院的可口可乐和爆米花销量 分别提高了18.1%和57.5% 实验数据被纽约客杂志曝光出来 他们说 偷偷向观众 灌输摆爆米花的命令 难道就不会操纵一场谋杀吗 但是到了第二年春天 剧情突然反转 华盛顿官员说 他们检测了这家公司的实验 发现这是一场骗局 人脑不会这么轻易的就被操控 随后 事件立刻平息 前一时制造公司消失了 大家很快就忘记了这场心理核爆 但是2000年的时候 幽灵再次出现 这年的美国大选 几乎是历史上最胶着的一场大战 共和党胜出以后 民主党突然曝光了一份材料 原来选举中只要出现民主党的画面 电视荧幕上就会飞速地闪过老鼠 这个单词 看来这枚核弹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有调查人员询问CIA的心理专家 人脑真的这么容易被控制吗 专家选择沉默 他们要将这桩悬案永远留给未来 回到现实 大家注意看 我身后的石头上有帽子吗 突然有人说 石头上没有帽子 石头上就真的没有帽子了 这不是掩饰剪辑 而是最暴力的老控技术 认知否认 2007年 一个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博士 用煤气灯效应来形容脑控的原理 这个词来源于1944年上映的经典惊悚电影 煤气灯下 电影中一个青年 为了得到少女刚刚继承的巨额遗产 就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潇洒的绅士 还与少女结婚 婚后呢 青年一边继续把自己伪装成体贴的丈夫 一边用各种心理操纵 一步一步逼封妻子 到最后 妻子每晚都恐惧房间里忽明忽暗的煤气灯 她以为自己真的疯了 正准备自杀的时候了 一个侦探闯进了房间 揭穿了丈夫的护衣装 忽明忽暗的煤气灯 也不是什么妻子的幻觉 而是丈夫故意在操控煤气灯 有意要逼封妻子 大家可能觉得 这种简单粗暴的心理操纵很荒唐 但是我们很多人 其实都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被操纵了 当操纵者 真的在你身上得手的时候 你很难说出哪里不对劲 比如录完节目以后 我去找我石头上的帽子 怎么也找不到 这个时候操控者就会告诉我 你石头上从来就没有过帽子 你就是一个有妄想症的疯子 如果我是个正常人 我一定会说你有神经病吧 但是如果这句话 是我特别亲近的人告诉我的了 我可能就会突然怀疑一下 难道帽子真的是我幻想出来的 再如果 我没有几百期视频可以到回去查证 这个人又刻意在以后不断地打压我 暗示我我没有帽子 同时强调我可能患上了妄想症 心理学家做过大量的实验 最后的结果几乎可以肯定 我会被逼疯 变成一个真的有妄想症的疯子 使到我无法忍受这种被操控的痛苦 选择自杀 这就是燃气灯操控 通过语言 精神虐待 对另一个人进行洗脑 操纵 扭曲现实的过程 无论你的智商多高 学识多深 一旦进入被操控的魔咒 除非有局外人来救你 否则自己很难逃脱 传销的第一步是没收手机 电话诈骗的第一步 是让你的手机一直占线 这都是为了迅速把你孤立 好展开操控 翻开使得真的数 我们发现 经典的操控有三个步骤 同时有三种人设 我们继续看 第一阶段叫做你在说什么 这个阶段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操纵者竟然对你说出这么荒唐的话 比如你女朋友突然说 你刚刚为什么突然提起某个美女主播 是不是你想和她发生点什么 然后你想辩解 她就会很伤心 甚至很生气 还好几天都不理你 结果突然有一天 她又突然像忘了这件事一样 对你一顿温柔 搞得你措手不及 这件事呢 也就成了你心里永远的一个内疚 如此反复几次 你其实就陷入了被操纵的第一阶段 这个阶段的经典信号 大概有这样几条 你们经常争论谁对谁错 你发现自己越来越少的考虑自己喜欢什么 越来越多的考虑她的话到底对不对 你不明白为什么总是她在批评你 等等等等 大家可以自己查看 第二阶段 叫做也许你说的在你 这个阶段的关键词是内疚 你想得到操控者的认可 比如学家里老师指责你 你当个一分钟 就是当个全班人40分钟 这种指责很容易让你产生内疚感 你会开始思考我是不是真的拖了所有人的后腿 进入这个阶段典型的表现就是你会觉得自己不像以前那么坚强了 越来越少跟朋友和家人见面的 在描述这段关系的时候呢 有意隐藏很多东西 越来越频繁的为你的操纵者辩解 等等等等 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个指责 假如你在第一阶段 你会拿出那个博主刚刚发视频的证据 告诉你的女朋友 你看是因为他刚刚发了视频我才突然提起他 假如你在第二阶段呢 你会从操纵者的角度去出发 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因为你的原因 才导致无意间伤害了你的女朋友 第三阶段 叫做一切都是我的错 这个阶段你就会经常觉得很疲惫 麻木 毫无活力 几乎没有机会和朋友家人共度时光 无法记清楚和梅西登操纵者的意见分歧 到底在哪里 出现和压力相关的一些症状 比如偏头痛 肚子疼 便秘等等等等 到了最后的阶段 你开始怀疑自己 质疑自己的记忆力 感知力 判断力 甚至否认自己的价值 你认为自己的感知一切都是不可靠的 自己已经神志不清了 已经疯了 你只能依靠眼前的操纵者 凭他摆布 当然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恶意操控你的坏人 大多数手 双方的关系会停止在第二阶段 这个手 操控者一般会出现三种人设 第一种人设叫做威胁型操作者 他会盛气凝人的指责你 羞辱你 让你对他产生畏惧 这种操作者很好辨认 第二种叫做魅力型操作者 他们会给你身边所有的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甚至连你自己都怀疑问题 是不是不在他而在你 这种操作者善于营造仪式感的气氛 用奖励来塑造你的行为 第三种叫做好人型操作者 他们善于用沉默和回避来引诱你 让你自己说出他们的想法 到最后你会发现和他们相处总是很沮丧 但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 这些人设和策略出现在各种关系当中 比如情侣家庭老师公司 可以说只要有人际关系的地方 就存在操控与被操控 有时候情侣父母老师这些你最亲近最信任的人 总是会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操控者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陌生人或者普通人突然指责你贬低你 你会觉得他是神经病 内心不可能有波澜 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你很亲密的人 他的话就很容易让你产生内疚 再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人 他的话就很容易让你怀疑自己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尽量避免指责和伤害他人 或者给他人太大的压力和内疚 因为一旦一个人长期处于被控制的环境中 他就容易养成习惯 这个时候坏人再来用更凶狠的脑控技术攻击他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彻底沦陷 甚至留下长期的后遗症 有一个案例非常有名 我们继续看 2000年6月 有历史学家指出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邮包炸弹客卡辛斯基 可能是因为参与CIA的秘密心理实验 而造成的反社会人格 卡辛斯基的故事我们前面分享过 他本来是一个智商高达167的天才 16岁就以独特的数学天赋考上了哈佛大学 几个月就能攻克自己教授十多年没有解答的难题 仅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 复杂程度全美不超过10个人能看懂 但这个天才 以30岁不到的年纪选择隐居山林 7年以后 当他再次出现了时候 已经变成了一个邮寄炸弹的恐怖分子 往后的18年间不断作案 把FBI耍得团团转 就像他实验桌上的小白鼠一样 他威胁FBI全文发表他的论文 FBI吓得一个字都不敢改 他用掩蔽的逻辑预言了人类工业社会的结局 最终在1996年被抓获 当时就有人怀疑 这是CIA的秘密心理实验 才把天才变成疯子 但官方坚决否认 到了2006月 卡琴斯基当年的实验代号被曝光 CIA立刻无限期的封存了实验的原始数据 原来他的代号正是守法的 曝光的实验资料中显示 卡琴斯基参与的正是一场 称之为二元对抗的极端脑控实验 1960年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莫瑞 选中了22个大一的新生 他们的性格按照三级划分 第一级 自我安全感强烈的 中间一级 自我安全感随和的 第三级 自我安全感非常缺乏的 卡琴斯基正是22个人中排名最靠近第三级的 他最缺乏安全感 莫瑞给每个人一个代号 代号其实就是接下来老控实验的方向 卡琴斯基拿到的是守法的 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时间中 他将被贬低 被侮辱为一个不守法的人 实验中卡琴斯基坐在一个明亮的房间当中 对面是一扇当面镜 镜子背后坐着实验者 记录着房间里发生的一切 同时又积极监视着卡琴斯基的血压和心率 还有老电波 然后轮番有人进来贬低实验对象的论文 人格 甚至是生活品位和生活习惯 让实验对象受尽嘲笑 承受极端的语言侮辱 最终彻底丧失反抗的勇气 美轮攻击结束后 还要强迫实验对象观看自己的辩论视频 并且对自己辩论时不守法 暴跳如雷的举动进行批评 有人说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CIA培养 心理数字过硬的秘密特工 有人说 这是莫瑞四下组织的不明实验 但最终 卡琴斯基却成了这个失败的小白鼠 因为他本身就出生一个波兰移民的工人家庭 从小父母就很严格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刻苦学习很少外出 即使到了哈佛求学 太严重缺乏安全感 朋友极少 结果高强度的脑控实验以后 其余22个人都能被治愈恢复 但这个天才却留下了后遗症 变成了一个反社会的怪客 回到现实 我们的心理其实非常脆弱 早在100年前 华生和史金拉那批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家 就已经发现了脑控的原理 这个原理简单到可怕 米尔格伦的奠基实验说 人类有服从权威的天性 史金拉的鸽子实验说 两种强化 两种惩罚 一个充满随机性的箱子 就能为人类创造出无条件信仰的神 华生甚至有一打婴儿的名言 他说给我一打健全的婴儿 我可以保证随机挑选一个 我就能把他们训练成任何内心的人 医生 律师 艺术家 或者乞丐小偷 不用考虑他的天赋倾向和能力 包括1957年 美国爆破了那枚心理学核弹 究竟是真是假 心理学家们其实早就知道心灵武器的杀伤力 但不幸的是 这些秘密武器现在正在社会上悄悄传播 越来越多的新闻报道中出现脑控受害者的惨案 可能这就是煤气灯效应这个大众化的词汇 突然开始流行的真正原因 心理学家们希望用这个词 给大家接种疫苗 还记得我们最开始说 一切脑控和POA的基础是什么吗 认知否认 也就是故意扭曲现实 通过不断的扭曲和打压 让你来产生自我怀疑和否认 目的是把它塑造成站在高位的权威 人类又服从权威的天性 同时用内疚来控制你 因为你内疚以后就会开始讨好权威 另一个层面 操控者会限制你与外界接触 这样你的情绪无法发泄 最后只能越来越纠结 越来越在乎操纵者的感受 在这个过程中 操纵者还会用奖励和惩罚来强化你的行为 比如突然对你甜言蜜语 又突然和你玩消失搞冷战 这是在用你大幅度的情绪起落 来完成奖励或者惩罚 最终恶意的操纵者会像煤气灯下的 惊悚故事一样 不断的暗示你已经疯了 从心理上略带你 让你自寻短见 其实看清了脑空的原理 我们就会发现几个关键点 那就是一定要有朋友 朋友可能在关键时刻 一句话就骂醒你 第二 如果感到某种人系关系很怪 充满了压力 但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 那你就应该尝试在交往中 更多坚持自己的想法 而不是一味的屈服于对方的意志 还有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要始终保持自己的价值认知 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世界上真正爱你 在乎你的人 绝对不会刻意地侮辱你 贬低你 即使自己再难 也是独一无二的难理 真正的爱 是从行动上帮助你 而不是用爱的名义 来制造内疚 让你产生负担 突然想到了现代社会下的年轻父母 本来就承受了极大的社会压力和心理焦虑 很多时候就会把这种自己的理想强加给子女 而这种爱往往都是从一场童年脑空开始的 几乎就像卡辛斯基的悲剧一样 阿德勒说 幸福的人童年治愈一生 不幸的人一生治愈童年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 夫人说 原来你又在用恐怖故事分享欲言而宝典